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花这个词 花的第一个意思是flower,它是一个名词 比如我们可以说春天来了,花开了 第二个也可以做动词,是spend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花时间,也可以说花钱,也可以说花心思 第一个,比如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汉语 大家是不是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汉语呢? 第二个,花钱 比如说,为了买这部手机,我花了很多钱 花心思的意思是在一件事情上或一个人身上花很多的时间 或者很多的钱,努力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让别人或者让自己满意 比如说,为了让客户满意,他花了很多心思 花的第三个意思是花心 花心的意思是对爱不忠诚 它是一个形容词 比如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花心的男人 我们常常说的playboy就可以说花花公子 花的第四个意思是指颜色,各种各样 比如一件衣服上有红色,绿色,黄色,蓝色,什么颜色都有 看起来不好看 比如我们可以说,这件衣服颜色太花了,我不喜欢 花的第五个意思是模糊 我们可以说眼花 比如年纪大了,容易眼花 它的意思是人变老以后,眼睛看不清楚东西 我们也说刮花 刮花常常用来说车 这幅图片我们就可以说车被刮花了 我们也可以说电脑屏幕 电脑屏幕,手机屏幕花了 它的意思就是你的手机屏幕和电脑屏幕出现了跟图片一样的情况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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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